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的高颜值古装剧男友 第四位易男平 第二位绝配 第一位太田 还记得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杨子古装剧吗 从香蜜沉沉浸如霜到长相思 杨子的古装扮相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而他在剧中的古装男友们 更是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荧幕形象 他们或深情 或霸道 或温柔 每一个角色都让观众沉浸其中 久久难以忘怀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这些经典的古装男友 看看到底是谁最能打动你的心 第六名 李线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旭凤 提到旭凤 这个角色绝对是火神的代表 他的热烈与深情让人印象深刻 李线饰演的旭凤是一个矛盾集合体 他既高冷又炽热 既威严又柔情 他看似冷酷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深情的心 那句 紧密 我等你 至今依然让人心动不已 旭凤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句台词 都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燃烧的烈焰之中 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炽热情感 然而旭凤的爱也带着一种深沉的悲剧色彩 这让这个角色更加真实 更加立体 旭凤的深情是让人欲罢不能的 它代表了一种纯粹而浓烈的爱情 虽然它的结局让人稀稀 但也让人感受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美 第五名 张慧文 天前雾躁中的司马林 司马林这个角色带着一种温柔如水的气质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阵清风 拂过观众的心田 她默默守护着杨子饰演的角色 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最无私的爱 张慧文的表演赋予了司马林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她的目光中总是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温柔和关切 虽然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剧情 但她的平凡和真诚让人无法忽视 司马林的感情像细水长流 或许没有那么惊心动魄 但她的默默付出更容易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角落 第四名 任佳伦 《鹿顶记》中的维小宝 维小宝 这个名字本身就自带 矛盾冲突 的光环 她机智 幽默 风流倜傥 却也让人无法完全讨厌 她与杨子饰演的角色之间的对手戏 充满了笑点与泪点 任佳伦将维小宝演绎的活灵活现 她的幽默中带着一种真实的潇洒 她的风流中又夹杂着一丝真挚的情感 但最终 维小宝的结局却让人意难平 她选择了离开 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和惋惜 维小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 她的爱是那么自由洒脱 却也因为这样的洒脱 注定了无法拥有圆满的结局 第三名 邓伦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润玉 润玉这个角色是香蜜中的灵魂之一 她的复杂性和深度让人叹为观止 从一开始的温文尔雅 到后来的黑化复仇 润玉的转变让人心碎 邓伦将润玉的角色层次 全是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那句我只是想要一个拥抱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蕴藏了无限的悲伤和孤独 润玉的爱是隐忍的 深沉的 但也因为这种隐忍 它最终成为了一个悲剧的象征 润玉的爱让人感到压抑和心痛 但也正是这种压抑和心痛 造就了润玉这一令人久久难以释怀的角色 第二名 诚意 长相思中的向柳 香柳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 绝配的代名词 他与杨子饰演的角色之间的感情 是那么自然又深刻 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彼此成就 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动容 诚意的表演赋予了香柳一种独特的生命力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 他与杨子的对手戏 更是充满了化学反应 这种默契让人感到两人仿佛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香柳是一个注定让人记住的角色 他的深情 他的执着 他的无悔 让观众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角色 也感受到了一种超越语言的爱情 第一名 丁雨昕 长相思中的玉璇 如果说香柳是绝配 那玉璇就是 甜蜜 的化身 他与杨子饰演的角色之间的互动 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人填到心底 从开始的试探到后来的深爱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意 丁雨昕的演技 将玉璇的温柔与坚定完美展现 而那些经典台词 更是让人念念不忘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 我也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你的笑容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每一句话都饱含深情 让人不自觉地平住呼吸 感受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 玉璇的甜蜜 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他的每一个眼神 都像是一缕阳光 融化了观众的心 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杨子的古装剧男友 为何如此让人着迷 从深情的续讽 到复杂的润语 再到绝配的香柳 和甜到爆表的玉璇 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杨子古装剧的点缀 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灵魂所在 他们或深情 或霸气 或温柔 每一种性格都充满魅力 而观众们在感叹角色塑造之精妙的同时 也被他们的感情深深打动 这些角色既是杨子演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也是中国古装剧中的经典符号 杨子的古装剧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无论是角色的设定 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展现了古装剧的无穷魅力 希望未来 杨子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古装故事 通过盘点杨子的古装剧男友 不难看出 这些角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离不开演员们的用心演绎 和剧组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而这些荧幕形象也让我们在感叹美好爱情的同时 体会到了更多关于人生和感情的启示 每一段感情故事中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续奉的深情与坚持告诉我们 真爱需要面对挑战 无论是误解还是阻碍 只有坚定的心才能让爱延续 润誉的隐忍和孤独让我们明白 爱并不是战友 而是希望对方幸福 有时候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 香柳的忠诚与真挚 玉璇的甜蜜与温暖 都告诉我们 真诚的情感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直达心灵深处 为小宝的故事提醒我们 人生不可能总是圆满 但那些留下的遗憾 也许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和美好的回忆 这些古装剧男友不仅仅是屏幕上的角色 更是人生中不同情感的象征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有多种形式 每一种都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无论是轰轰烈烈的热恋 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每一段感情都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 杨子用他的表演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感动和启发 他的剧中角色和荧幕男友一起 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瞬间 希望未来 他能继续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古装故事 同时也希望我们在追剧的同时 能从这些角色中汲取力量 学会如何更好地爱自己和他人 每一段爱情故事 都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这些角色一样 无论是深情、勇敢还是坦然 都能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